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孟子的修养论依修养方法和修养成果来说明 修养方法可分成两大类 存心养性和辨别毅力 而修养成果就是养成光辉人格 一 修养方法 存心养性 孟子主张人人皆有良心善性 如何存养这本有的良心善性就是道德修养的重要课题 孟子说 尽其心者 知其心也 知其心则知天矣 存其心养其心 所以是天也 将侧隐 修物等四端之心尽量扩充 这就是尽其心 就会证知人意理智是我们本性固有 这就是知其心 知其心之后再进而体悟到人意理智之理 就是天道 这就是知天 但是人们容易受到感性欲望的牵引蒙蔽 因此必须靠修养来操持保有本心 涵养善性 以此奉寻天道 到底该如何存养本有的良心善性呢 孟子提到了以下四种方法 第一个方法是良心的自觉 孟子说 人是人们良善的本心 对人对物自发的关爱 亦是人生正大的道路 待人处事适当的指引 如果舍弃大路不走 良心丢了也不想找回来 这真是最大的悲哀呀 若有人的鸡或狗不见了 他会费尽心力去寻找 自己的良心泯灭消失了 却不知道去找回来 求学问没有其他捷径 只要把走失的良心找回来就可以了 孟子说 唯恶的原因在于良心的放失 所以找回良心就是修养品德的方法吗 没错 人生修养的关键就在良心的自觉 仁义本是人人先天具有的本性 不需向外追求 所谓求其放心 就是良心自己的蒙醒 第二个方法是远离环境的诱因 孟子说 要想修身养性 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要减少欲望 一个人如果欲望不多的话 即使有失去本善之心的时候也是很少的 一个人如果欲望太多 即使有保存本善之心的时候也是很少的 良心觉醒后 进一步要做的是寡欲 也就是远离环境的诱因 减少耳目感官与外界相接的机会 使良心的灵明容易呈现 不再轻易被外物蒙蔽 第三个方法是面对环境的挑战 孟子说 人的道德 智慧 学术 才智 往往是成长在灾患之中的 只有疏远不被重用的臣子 违贱的数子 他们时时抱着戒慎恐惧的心情 存着深切的忧虑 所以通达势力 困顿的处境常会使人意志消沉啊 但如果能积极挣起良心的主动力量 勇敢面对环境的挑战 反而会磨砺出坚强的心灵力量 也就是孟子说的得慧 以及精熟的现实技能 也就是数字 超越原来的自己 第四个方法是反求诸己 孟子说 我关爱他人 他人却不领情 我就应该反省自己的存心 是否有不自觉的不仁夹杂其间 我管理别人 别人却不接受我的管理 我就应该反省自己 是否充分应用智慧来行事 我礼貌的对待别人 别人却不以理 回应我 我就应该反省自己的敬意 是否不够 做任何事 如果收不到应有的成果时 就应该反省 问题是不是出在自己身上 如果存心都真的端正了 天下人都会乐于接纳你 就像诗经上说的 永远配合天命伦理 多福当由自己去追求 也就是说永远勉励自己遵从真理 主动创造美好人生 主动时时反省自己的存心是否真诚 使良心的清明灵觉能持续作用 这是君子对自己一辈子的要求 因此孟子说 君子有终身之忧 无一朝之患也 终身之忧 只担忧自己不如遥顺 因为稍一懈怠 就不能气急圣贤 所以无时不以为忧 一朝之患是指徒来的恨逆 因为并非自己的过失招制 所以君子不把它当作祸患 二修养方法辨别毅力 我们在导论的影片中说过 毅力之变是孟子思想的三大纲领之一 孟子标举毅力之变的价值论 把自然生命引向道德生命 把功力时效引向仁义价值 孟子说 记一觉便起床 随即勤快的去行善事的 这是顺一类的人 记一觉便起床 随即勤快的去谋私利的 这是值一类的人 想要知道顺与值的分别 没有别的 只在谋私利和行善事之间罢了 孟子对梁慧王说 大王您只要说仁义就好 何必说利 这两段文字都可看出孟子 纵义轻利 明辩毅力之后延伸出的修养方法有以下四种 一 居人游异 孟子说 自暴的人 不能和他谈论善道 自弃的人 不能和他实践善事 出口诋毁理意 这叫做自暴 认为自己不能居人行义 这叫做自弃 人是人安事的住宅 义是人正大的道路 控着安事的住宅不住 舍弃正大的道路不走 真是可悲啊 每个人自身都有正面的力量 仁义 人是内在的真实感情 义是表达感情 以与人沟通的恰当言行 在人心中才能安居 依循正义的道路才能坦荡而行 居人游异就是自尊自重 二 知耻 孟子说 人不可以没有羞耻心 能认为无耻是可耻的事 那么他就不会有耻路的事了 孟子说 羞耻心对于人太重要了 那些玩弄技巧变诈的方法 来欺人害人的人 羞耻心在他是用不上的 不以修养不如人为可耻 还有什么能够比得上他人呢 知耻和辨别毅力有什么关系呢 还记得吗 羞恶之心是义的发端 对自己的不善感到羞耻 这是良心的发用 产生道德上的自律自责 孟子说 德性完备的人 说话不一定都兑现 做事不一定要贯彻始终 但是全部以道义为依规 孟子为何说不一定要守信与贯彻始终呢 因为如果发现承诺或事情违背正义 是不应该完成的 一切都需以道义为依规 义就是义 要权衡轻重选择最适宜的处理方式 人间的事物一直在变迁发展之中 如果没有通权答辩的能力 言行都可能陷入困境 甚至为了守信而伤害道义 孟子说 当在送国的时候 我将要远行 对于远行的人 礼貌上必定要赠送礼金作为旅费 送君送我金钱的措辞是 这是送行的礼金 我怎么好不接受呢 当在薛的时候 传闻有人要伤害我 我有戒备意外的心 薛君送我金钱的措辞说 听说夫子有戒备 所以送些防卫的兵备费用 我又怎么好不接受呢 至于在齐国 并没有什么名义 没有名义而窥送我金子 这是拿金钱来收买我 哪有君子可以被金钱收买的呢 孟子对于不同国君所赠送的财物 或接受或拒绝 标准就在是否合于义里 这是根据良心 权衡处事是否恰当 四 仰气之言 第四个方法是仰气之言 仰气呢 是道德勇气的培养 是生命力的凝聚 属于义的担当 之言 是言辞是非的明辩 是心智通达于外 属于义的判断 一 仰气 公孙筹说什么叫做浩然之气 孟子说这是不容易谈的 这一种气是自大自刚的 用正道去培养而不损害它 它就会充满天地之间 这一种气是和正义与道德相配合的 正义和道德没有了 这气也就没有力量了 这种气是积累了许多正义的行为所产生的 并不是偶然有一件事符合于义而取来的 只要在行为上问心有愧 这气便萎靡了 浩然之气是凭借道德和正义培养出来的勇气 超越生理的血气之勇 好好栽培呵护心中善的力量 持之以恒的实践道义 让它自然茁壮 就是养成浩然之气的正途 二 知言 公孙筹又问 什么叫做善于分析别人的言词呢 孟子说 听到偏执一端的言词 就知道他内心是有所蒙蔽了 听到放荡无度的言词 就知道他内心是陷逆到什么地方了 听到邪屁不正的言词 就知道他内心是离开正道了 听到闪躲卸责的言词 就知道他内心是理屈而词穷了 言词见解的失当 都是因为内心的偏差 这四种言词 从内心产生出来 必然会妨碍到国家的政治 从政治上施行出去 必然会妨碍到各方面的具体事物 即使圣人在世 也会认同我的说法 知言是对于他人言论的 是非 善恶 成为 得失 都能经查明辩 这种能力的养成 是因为开发了自己内心的善 认清了美善的根源 和真正的是非对错 由此看清了他人心中的趋值 3. 修养成果 光辉人格 了解了这么多的修养方法后 最后让我们来看看 一个人经过长期的道德修养 能有什么样的成果 君子 居人犹豫 在每一刹那都能权衡得宜 使人心呈现 可称为义经 持续经变义理 使心持续的不为人 称为人熟 义经人熟 是儒家生命修养的理想 至此便自然展现出 人格的光辉气象 我们以孟子的三段话 来说明光辉人格的形象 1. 与人为善 孟子说 指入这个人 有人告诉他有过失 就非常欢喜 下雨 听到人家一句正直的善言 就感激的下拜 大顺又比他们两人伟大 认为善是天下公共的道理 视他人的善如自己的善 舍弃自己的过失 跟从他人的善 喜欢采取别人的善 而在自己身上实践起来 从他为见时 在栗山耕田 河滨烧摇 雷泽打鱼开始 一直做到帝王 他一生的善 没有不是从别人那里采取来的 采取别人的善 自己照着做 这就是帮助别人为善 所以君子的美德 没有比帮助别人为善 更伟大的了 孟子为何说 顺比指路和大雨伟大呢 指路知过必改 与福音真理 顺进一步助人为善 顺放下自己原有的模式 欣赏学习他人的善 自然会激励他人 乐意继续为善 社会因而更祥和 2. 碎面盎背 孟子说 君子的天性 是仁义理智 本于内心 而流入在外的神色 是温和润哲的表现于脸上 洋溢在背上 延伸到全身四肢 而四肢的举止动作 不带发号施令 自然合于正道 人意理智由心而发 表现于外 使整体生命活动 都是人意的具体实现 因而面貌神色 端正温和 举手投足优雅大方 自然流入 从容自在 清和温厚的人格美 3. 大丈夫 孟子说 真正的大丈夫 以人居心 住的是天下最宽敞的住宅 以礼立身 站的是天下最中正的位置 以义行事 行的是天下最宽阔的大道 得志的时候 和人民一起遵行所得的正道 不得志的时候 自己单独遵行所得的正道 富贵不能扰乱他的心意 贫贱不能改变他的节操 威武不能挫折他的志气 这才叫做大丈夫 君子 居人 利力 行义 精神自由 人格独立自主 不受任何外在力量牵引 这种大丈夫的形象 是道德生命经过长期修养后 焕发出的光辉气象 重点回顾 1. 孟子谈论的修养方法 可分成两大类 纯心养性和辨别毅力 2. 纯心养性有四种方法 我们用孟子的话来说 求其放心 寡欲 超为律生 反求租己 3. 辨别毅力 可延伸出四种方法 居人犹异 知此 意义权衡 养气之言 4. 道德生命经长期修养 可焕发出一经人熟的光辉气象 那就是与人为善的大德大量 亲和温厚的人格之美 以及独立自主 不屈不挠的大丈夫形象 记得点下集哦